关心军公教年改视线结果出炉 宣告多数条文核线 但选区中有比较多军公教选票的 民进党立委就很担心会冲击到选情 总统蔡英文表示 从年改工作的讨论当中 是出现了争论 但最后是在社会的支持 与谅解项终于完成 改革之后国家财政稳定 退休的军公教人员 也不用担心年金会破产 对此韩国瑜阵营表示 这是民进党御用大法官 上演了一场摧毁国家根基的闹剧 被总统反驳 现任大法官多数是马前总统提名的 出席同军总会活动 蔡总统一身同军装扮 看看一旁身兼理事长的 机动事长林又昌 穿起来也很合身 因为下定决心要花三个月减肥 报告总统已经减四公斤 总统比他帅 瘦的时候比较帅 这样看也很好看 身材不是重点 会做事才是重点不是吗 特别提到做事最重要 自己的国阵成绩上军公教连改 视线结果出炉 多数条文核线 但选区内有较多军公教选票的 民进党立委就担心 判决结果会冲击到选期 对有一些军公教的同仁来讲 他们退休金有被减少 对这一点不要向他们表达 对他们的敬意 但是也有一些歉意 但是为了我们国家整体的利益 跟国家的未来 那我们都必须要做了一项改革工程 总统特别强调是为了防止年金破产 而韩国瑜阵营则痛批 司法一经沦陷 大法官呈选举机器 民进党运用大法官上演 一场摧毁国家根基的闹剧 韩国瑜警咬蔡政府 因为最近策略改变 未来只针对总统级的问题做回应 他现在还是高雄市长 而且他背负了很多选民的期待 所以他必须要专心在市政上 那市民有所之一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回答 看来要进入州队厮杀 韩国瑜PK蔡总统 但有着现任市长的身份 是这问题 韩市长不用回答吗 记者希望明亮之下 台北报导